歡迎大家參加CostCup 我是早上議程的主持人Weekend 這邊議程由台灣Linus Kernel Hackers 跟新竹馬農共同舉辦 如果大家對議程有興趣的話 歡迎參加社團 可以在FB搜尋 台灣Linus Kernel Hackers 或者新竹馬農 台灣Linus Kernel Hackers 是線上的聚會 而新竹馬農 新竹馬農在雙週四的晚上 在交大前面會有實體聚會 好 那這場議程時間為35分鐘到11點15分 我會在11點10分的時候再提醒一下講者 那大家請把手機調成靜音以利會議的進行 然後如果是要出入的話 麻煩從後方的兩側的門出入 那如果待會有Q&A時間 大家按前面的桌上的麥克風的按鈕 然後呈現紅色的時候就可以發炎 那現在也麻煩請檢查一下有沒有那個 沒有關掉的 這樣可能會造成回音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交給DiSan 請大家分享接下來主題 Write a UEFI OS Order 謝謝大家請掌聲歡迎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 不用中間 我不是要說台語 這是那個 台家的燈南宮 在大概五月的時候 媽祖那一陣子很忙 很多候選人說媽祖拜託他們怎麼樣 那我就在那一陣子 出發前往那個大甲鎮南宮 後來之後媽祖也託夢給我 我就投了這個議題 所以現在就有這個議題 這個題目叫做作業系統之前的程式 那作業系統之前是有很多種 像以前的遊戲 或者是像Bios 這個也算是作業系統之前的程式 那作業系統之前的程式 這個名字應該很直覺 就是在OS之前的程式 那取這個題目 是因為以前有一本書 叫做作業系統之前的技術 那這樣子的書 在現在已經算比較少一點了 那我手上剛好還有一本 然後也從裡面學到一些知識 它是用Turbo C寫的 已經是算很久的東西了 但是基本概念是一樣的 那這幾年它有一個很Fashion的名稱 叫做Bear Metal 所以一般現在都講Bear Metal城市 那Bear Metal城市不見得是開機的第一支城市 不見得是開機的第一城市 通常很少有機會遇到 通常我們很少有機會寫到 開機的第一支城市 是有辦法自己寫的 像一般的 像我們的最常見的PC 因為一開始起來不是Lex BIOS 就是現在UEFI 已經很少有機會 讓你寫到開機時候的那個城市 那像如果是樹莓拍的話 樹莓拍前面的話 它自己也有那個GPU的Loader 所以當開始寫那一段Bear Metal城市的時候 它也不是開機的第一支城市 那這個對有些人來講 會覺得有點遺憾 因為覺得說我這麼辛苦學這個結果 好像不是開機第一支 就執行我的城市 對是會有這個遺憾 不過現實就是這樣 像很多的SoC 像TI的 也是它前面會有 或RockTube 他們前面都會有他們的P-ROM 所以你以為你寫的那一支城市 是最早被執行的 其實也不是 它已經是被P-ROM 摘起來執行 這個就是以前的那個5.25的磁片 那以前遊戲可以直接把這個東西插到磁碟機上 然後它就會直接開機就可以玩遊戲 不像現在 現在大部分都是要去從 光碟片下載 或者是從光碟片安裝 或者從Steam上面下載 以前在豆時2點多的時代是有這樣子的遊戲 就是磁片插進去就可以直接執行那個遊戲 那我們在那個UEFI的作業系統之前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那個Legacy BIOS 來自從GKAN 打開言起來 好 就算去付給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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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當作回憶就好了 因為以後的PC都不是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是在X86的32bit執行的 我最早的時候有介紹了幾個寫法 第一個是NASM的組合語言 基本上只要是DOS時代的開發者 或DOS時代有在研究組合語言的 大部分都是習慣這一種格式 因為我是Linux時代的時候才開始學組合語言 所以我習慣這個是AT&T的語法 所以我一般都是用Gnu圖和券來做 這個最主要的差別就是 在Legg Spiles的話我們只能寫一個 如果用磁片開機的話 這個程式的大小只有512bit 大家會覺得512bit是一個很小的空間 幾乎不太能放什麼樣的程式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挑戰 很不簡單 它最主要的是最後511和512的時候 它必須要塞一個AA和55 所以其實你扣一扣是剩510bit可以用的 再來我後來又示範了一個西語言版的 這個開機程式嗎 這個BearMail程式X86它是西語言 是純西語言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 先不要管它 這個好像看起來是組合語言 但是其實可以不要它的 這個只是我拿來秀字 這個完全可以是一個是西語言寫的 所以不曉得有沒有人會覺得說 開機程式是一定要用組合語言寫的 嗯...沒有一定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程式在模擬器上它可以執行 在真實世界的機器上它是不能執行的 它還是必須要加入下面的一些組合語言 把這個CSASAX和SP做個設定 它才能真實執行 所以其實用西語言寫也還是有不足之處 那再來喔 再來這個... 這邊就跟那個... Lex BIOS沒有關係 這邊純粹是Tourch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有那個Winman Winman是Windows的那個Winman 然後下面還有Man 然後可能就有人會疑惑 我從Winman跑還是從Man跑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剛剛那個Win講的 我們有一個linker script linker script可以指定說 我們城市進入點是從哪裡開始跑 所以這Gnu2er券在BearMetal環境上的話 通常要去學習這一塊這個linker script 那它是一個相對比較稍微複雜一點的東西 因為它必須要對ELF這個執行檔格是要有略懂的認識 要略懂 至少要知道什麼是text 什麼是data 什麼是BSS 什麼是RO data 什麼是data 也就是說你寫了一個西語言 你要知道你的變數放在哪裡 你要知道城市碼放在哪裡 所以這個是對這個BearMetal城市 會有一個基本的需求 所以早上有一個議程是在50分鐘是講ELF的 那個其實對BearMetal的城市也是有幫助的 但是 但是ELF的認識如果只是在這個階段而已 這個是對所謂的編譯 你只是把城市編譯出來 如果你要對ELF的城市載入的時候 你要去認識segment 這邊是認識section 載入的時候要去學習segment 這兩個不一樣的ELF格式 那這個回顧完呢 我們來看看那個 喔對 如果需要使用一些那個 比如說要載檔案啊 或者是列印的這個方形的話 傳統BIOS只提供這種INT 什麼挖哥的INT INT、INT這一種的方式 來使用這個它提供的服務 所以必須要去學會那個組合 語言的這個INT用法 然後以前會有一些手冊 叫BIOS手冊 它就會列出一大堆 INT0x10有什麼用法 INT0x10還有一個什麼 E3是不是 有一個是讀檔的 一個是設定顯示模式的 這個大概是這些用法 這個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東西 這個叫做金字塔的門檻圖 比如說你要學會 我這一次把這個東西列了三個門檻 那如果要學會寫這個 UE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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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FI程式的話 這個當然西語言你要會嘛 再來是EDK2 也需要使用它 再來就是貝爾Metal的一些程式的概念也要有 就是比如我剛剛講的LinkedScript那些東西 這個對整個執行檔的那個布局要有一點概念 在講UEFI之前我提一下為什麼我想要寫UEFI OS Loader 因為我在2011年的時候為了學習OS 所以有練習寫了一個OS的Kernel 那因為現在從Lex BIOS來到了UEFI 所以我希望我這個OS可以透過UEFI Loader 來把它載起來 這樣它就可以成功的在UEFI的環境上 再重新跑起來了 因為我不太喜歡說自己開發的Kernel 它只能活在模擬器 那個意義不太大 因為模擬器有時候行為它是錯誤的 還是要在真實機器上跑一遍 才會比較放心 你花了那麼多功夫在模擬器上跑起來 結果發現在真實機器跑不起來的時候 那個沮喪感很重 然後只能靠著冥想 因為你在模擬器上可以debug 在正實機器上 通常我們在PG上 你不會有ice這種東西 所以只能靠冥想 一直在那邊想 想啊想啊想啊 然後亂拆 然後再把這個問題解決 非常辛苦 再來這個UEFI UEFI它會有七個階段 那跟我們要介紹的這個程式 比較相關的 就是第三個這個階段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DXE這個階段的時候 boot service 和rown service 就已經建起來了 那boot service boot service 就是 UEFI應用程式的時候 會需要的一些service 比如說我要讀檔 我就是要用boot service裡面的讀檔功能 我要get memory map 也是一樣要用boot service裡面的get memory map 再來我要做出 畫出一個字 或者是進入繪圖模式 畫一個點 一樣也是用boot service的這個功能 那再來是第六個這個RT rown time rown time的話 是我們在執行一些 OS load在執行一些階段的時候 到中後期的時候 我們需要執行X 我們需要執行X boot service 這個東西會把boot service的所有資源都釋放掉 這時候才可以跳到我們的OS kernel 讓OS kernel掌管這些被釋放的資源 一般手冊上面它都會寫說這個方式一定要call 所以大部分都還是要call這個東西 然後來把一些資源釋放掉 再來這個ETK2有一本書在說明這個的用法 就是這一個UEFI原理與編成 那很不幸的這本已經絕版了 然後我的blog就會有人來問說你這本書有沒有需要 可不可以讓給它這樣子 有時候都會被問到這樣子 那ETK2的話比較麻煩它需要三個檔案 首先要知道DSC這個檔案 DEC這個檔案和INF這個檔案 所以必須要把這些搞懂然後去做設定 這個EDK2才能 EDK這個 framework才能使用 那據我所知一般在開發EDK2的UEFI程式的時候 好像BIOS那些公司他們也不是用IDE介面 所以不太適用Vitual Studio那種IDE拉進來之類的 好像也都是用console 就是在Windows下打指令的方式來編譯這樣子 那這一個的話是spec 裡面會介紹那個UEFI的一些介紹 然後再來最重要的通常都是我們的手冊 我們要看哪個API的用法 比如說讀檔的用法怎麼用 一些印字串的方法怎麼用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EDK2的這些檔案 那ETK2裡面的話它有一個東西是不錯的 它可以編出一個UEFI share 然後編出來的UEFI share可以讓QEMU來模擬 所以QEMU就會有一個UEFI的模擬環境 大概是這樣隔世的檔案 真的是要把它搞懂感覺就是要花一點時間 那本書它會有介紹這些東西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東西要怎麼填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範例要自己寫出一個這個檔案出外 其實是不太容易的 那因為時間關係另外兩個就先不堪了 那再來開發UEFI程式 除了EDK2之外還有一個GNU UEFI 那這個東西的話就會相對比較簡單 它就是提供一個.A的Library 你跟它做Link這樣就好了 那這個東西我沒有用過 因為我用的是另外一個方法 我覺得我那個方法已經夠我用了 所以我就沒有用這個方法 那我用的方法是這樣 我自己去建立UEFI的run time 這當然不是我自己建出來的 我沒有這麼厲害 這個東西因為沒有第一手資料 所以只有D零手資料 D零手資料就是一個.S檔還有一個.C檔 然後我們就去把它看懂 那這個其實就是UEFI程式的算式run time 所以它的進入點是從這邊開始進入了 那它會做一些事情 然後會做一個relocation的動作 然後最後會直接call這個EFI main 那EFI main在大部分的EDK2說明手冊上都會寫說 EFI main就是相當於EFI程式的進入點 所以相當於C 相當於在OS下的應用程式的main function 那它其實前面有這些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relocation 在relocation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本科系上一定會聽到的一個概念 但是實際上要知道它是相對比較困難的 因為要去學習它相當不容易 那在這個條件 在這個平台上 在這個run time裡面 它只處理了這種type relocation type ERF裡面定義的relocation type很多種 在這邊如果有看那本 城市自我修養的那一本書的話 它就有介紹 有哪些relocation type 那在這個run time裡面 它只處理這一個relocation type 64relocation這個 那這個東西怎麼樣才會產生 我之前傷腦筋 傷腦筋 傷腦筋 傷腦很久才 才有辦法產生出這個relocation type 那這個relocation type怎麼產生 如果你要產生出這種relocation type的話 就是這樣 宣告一個function point static的宣告 然後讓它指向一個function 那為什麼會這樣 在test function 這個function被編譯完成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固定的位置了 那你function point指向它 比如說這個位置是0x100 那test fun value 這個值就會是100 那這個執行檔 如果我被載入到 比如說1000的位置的話 那肯定這個位置是一定錯的 對不對 它一定是1000加多少 比如說1000加100之類的 這個值就會變成1100 那這個1100 那這個值的話 這個值的話 就是需要在剛剛那個階段的時候 編譯器透過產生relocation type 然後剛剛的那個CRT程式 會把這個資訊抓出來 然後會把這個值填到對的 過程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那還有一個比較 比較 這個我比較不熟悉 因為這個是 Windows PE檔的東西 PE格式的東西 那它需要一個點relocation session 它需要一個點relocation session 不是剛剛的那個ELF session 它其實是一個PE格式的執行檔 所以用GNU2R券把 因為GNU2R券都會捲出那個ELF檔 所以捲出來的時候 它還要做一個轉檔的動作 把它轉成PE格式 那轉過去之後的那個程式 才可以拿到UEFI執行 但是它前面必須 但是它裡面必須要有一個.relo session 的這個名稱 這樣子UEFI的loader去載這個UEFI應用程式的時候 它才會認為它是一個有效的UEFI執行檔 把它載起來並執行 那編譯選項大概是這些 比較重要的是這個 要加一個-FPIC 做出relocation的執行檔 那再來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的話因為是WIN 它這個其實是UEFI系統 其實好像是像Windows系統那一套學習的 所以它的WCHAR是16byte 那在GNU2OChain的話 它定義的是32... 16bit 所以是定義32bit 所以要加這個選項 讓它的WCHAR這個type是16bit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freestanding 這個就是那個 BearMetal程式所需要的option 它就不會去link系統的C library 也不會去找系統的那個什麼 點L 反正系統的那個C library標準層次庫 它都不會去找 它就完全是用 你寫的call是什麼 它就是什麼 它沒有加上所謂的C runtime 這樣子 那沒有C runtime會發生什麼事 沒有C runtime 沒有C runtime的話 如果你的Stack亂值 當你做Function Call的時候 它就會死掉 這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事情 但其實如果C runtime 還會做一個BSS的Initial動作 放在BSS session的值 它會是0 那個不是平白得來的 是C runtime裡面有一段call 去把那一段值變成0 如果你把那個值寫成1 你的CSS的值 你的BSS session的放在那邊的變數 全部都會變成1 大概是有這些東西要做 那在X86上還必須要把CS 和SS和DS的Select做對齊的動作 也就是他們都要同樣一個值 那我接觸過的平台 X86 STM32F4 還有樹莓拍 只有樹莓拍的C runtime是最簡單的 它只要設定一個 SP point 就是Stack point的值把它設好 你的程式碼就可以從組合語言 跳到C語言 我剛才講的BSS 那個都還是要設 只是說 這部分它就不用像X86 還要把佔存器的值 給做一個對齊 那STM32F4的話 還必須要把RO data和Data 這一種值做記憶體的對應 因為這個平台的記憶體位置 它不是從0開始算的 所以會有這種問題 就是西裝態其實是一個 比較不容易處理的問題 通常我都是有錯的時候去看說 這個值為什麼錯 然後就要反主意它 然後想辦法把它設到對的位置去 大概是這樣 再來還有LinkedScript 就大概剛剛有介紹一下 不過它自己也有自己的LinkedScript 那模擬器的話 可以用來執行這個UEFI 用QEMU可以來執行這個東西 所以就不需要放到真實機器上執行 不過我還是建議 這個寫完之後 還是把它放到真實機器上執行 因為我測試過好幾次 的確有好幾次會 有一些情形 在真實機器上 它的程式是錯的 那就很麻煩 還是要靠老話一句 還是要靠冥想 因為沒有愛死那個讓你追 只能靠冥想 那這邊的話 我用了GDV加QEMU 有一個Source Code Level Debug的方法 所以可以用Source Code Level 來Debug這個QEMU 那順便提一下 Box的Magic Breakpoint 這個東西很厲害 這個東西 當你的設定檔 把Magic Breakpoint設為1的時候 你的程式碼只要寫這個東西 Box模擬器 它會自己停在這一行 等於是一個中斷點的效果 那這個東西就很好Debug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位置 沒辦法下中斷點 你要知道位置才能下中斷點 那個位置你找不到 所以就很難下中斷點 就沒有辦法做這個Debug的動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 Source Code Level Debug怎麼跑 這裡面我已經知道它的位置了啦 所以我就先把它寫下來啦 因為這個是我UEFI程式 10大的位置 那模擬器有一個好處 這個位置還蠻固定的不會變 所以第一次把它印出來就知道了 印出來之後 GDB的Source Code 就可以把中斷點寫在這裡 那再來要載Symbol Symbol的話是這個UEFI的Symbol 然後它的位置是在這裡 那這個要怎麼看 我們通常要把它載到 載Symbol的什麼東西 載到某個對的位置才對呢 我們要載這個東西 我們要載 載Text Session 所以必須要把Text Session找出來 那所以Text Session在哪裡呢 它編譯完的時候是在2000 那我的STAR在哪裡 我的STAR在2034 所以它們兩個插了34 所以把它們減34就可以了 我的STAR會被UEFI載到這個位置 所以它已經不是在2000的那個位置了 然後 Text Session就是把它減34 所以是在這個位置 那這樣子就可以成功的把這個Symbol載入 那這樣已經跟模擬器的那個連上了 我們可以看它的暫存器 這樣有看到暫存器就知道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個很特別的暫存器叫CS CS是一個Select 它是0x38 如果你要載入的程式是 64bit的程式的話 就要用0x38這個Select 那如果要載入32bit的程式的話 要用0x10那個Select UFI已經把這兩個Select的內容都設定好了 再五分鐘糟糕 好 那我們來跑跑看 他已經中斷在這一行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可以下一步 下一步 好 那這個是main EFI main 我們來中斷它 然後它就可以中斷在這一行 是一樣的 從這裡開始 什麼local private 他們就一行一行 一行一行 超過癮的 可以這樣debug 超爽的對不對 不用看組合語言了 超爽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執行完 那這個就是我的範例程式 它會秀出這些字 然後im60bit C++ kernel 它是載入的這個 kernel 那因為我要秀一下 我不能對不起我身上的衣服 所以我的那個 kernel用C++寫的 所以它就會載入這一個東西 那我們要debug kernel 可不可以呢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debug kernel 這個設定檔就會載那個C版本的 kernel 那這個設定檔就會載那個C版本的 kernel script就是k.sh 那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就是載入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我事先把那個位置印出來了 然後直接做一樣的動作 把 kernel的位置直接在那邊break point 然後 kernel的text和這個位置剛好是一樣 所以直接都寫一樣的位置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這樣有連上了 就沒問題了 就讓它go 然後我們來看看它會不會停在 kernel那裡 很怕它不會停耶 欸耶 真的沒停耶 糟糕 有有有有停 嚇死我了 那我的 kernel的有一個叫kman 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停在kman 然後再繼續 然後我們回到這邊來 一樣超爽的 可以一行一行看 你看印出來這個字 我是 kernel 然後這是relocation test 再印出frame buffer的開始位置 然後這個就是一部分把所有的字串印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不好意思喔 因為時間的關係就沒辦法說明那個讀檔啦 還有寫讀frame buffer和那個get memory map這個地方 那我補充一下那個frame buffer這個東西比較麻煩 這個東西必須要在UEFI用UEFI的boot service去取得frame buffer的base 之類式 然後這個紙必須要傳給kman 然後kman要透過這一個位置才有辦法畫出圖形 畫出字 以前的那個繪圖模式和文字模式 繪圖模式是什麼 文字模式是B000 然後繪圖模式是A000 這個位置在UEFI已經是完全不能用了 所以不要試圖用這個方式去做那個顯示的動作 大概是這樣 所以必須要透過這一個go gop的這個protocol來取得frame buffer的位置 這樣子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那時間的關係只開放一個問題 看有沒有人要提一個問題的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再度掌聲謝謝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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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這一part就像暫時先結束 那下一個一程在二十分的時候開始 謝謝